臉書裡頭已經有人講 說兩個人如果都出來的話 就會分裂 為什麼 國民黨人喜歡笑話民進黨 現在有這些人大點不出來 要重蹈民進黨的負責 我跟你講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哪一件事情不可能 韓國同時在一個名單上面的可能性 你說配在一起也不行 我認為是0 你說分開呢 分開成為兩組可能嗎 韓國配或郭涵配會給人家笑話 光是這個樣子的話 民進黨就笑掉大牙 不會 民進黨現在還一路 在堅持蔡賴培 不過我要告訴我們 全國親愛的觀眾們 今天是一個重大的日子 因為今天發生的事情 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這個戲劇的張力非常的大 好看 保證好看 不要轉台 文藝片變成武打片 但是我要這樣說 我們今天這是大日子 因為韓國郭台銘 幾時 體性動念 想要選總統 我們這個局外人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 但是他最近前天才漏了口風 那就是說兩天內 那為什麼是兩天 我個人的想法是兩天 韓國瑜會回國 所以他大概要等到韓國瑜 繳落台灣的土地 他才做一個確切的決定 那他要去接機嗎 不是 他不會去接機 但是這個是一個禮貌 也是做人的基本的道理 就是說我給你有一個機會 不就說你沒有人在國內的時候 我就搶先搞到一個 你沒有退路 潛入進場 後無退路的一個尷尬的局面 所以一定要讓你回來 所以但是這兩天的時間 他的行程擺得非常的緊湊 他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掉 你看他今天馬上去慈悔工了 去奔媽祖 出來又說媽祖頭髮 這個都 你說這個是總彎磨腳說要選嗎 這個講得很白了 就是我要選 你可以講99.9%他要選 這毫無疑問的 那他留下了那一點點 是等韓國瑜說他要不要選嗎 我等一下會講 他早上去見了媽祖 下午要去中常會接這個榮譽狀 證明我的黨員沒有問題 然後明天韓國瑜回來了 你看 真的是 他起心東年在什麼時候 我們不得而而知 但是這兩三天的腳步 非常的快速 對不對 毫無疑問 為什麼會這麼緊 腳步為什麼會這麼快 因為你們國民黨的腳步太快了 他是在跟著你們的腳步 因為你腳步那麼緊 所有的事情都要做 比如說連署 比如說要通過徵招這些 郭台銘快說 這我又看不得了 你才讓你無力告訴你 我真的是連進來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郭台銘這個腳 所以他是怕整個 徵招連署的進度太快 讓他進場的機會不見嗎 對 我覺得這絕對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明天 韓國瑜反抵國門以後 他馬上面對 他出國的時候 沒有預測到的問題 第一點 大家一定會問他 你選不選 你選不選 選或是不選 沒有逃避的空間 第二點 如果你不選 那就是順勢不做這個教 我本來是說他順勢下教 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教 所以是順勢辭教 習就對了 辭退的辭 順勢辭教 那就沒有後遺症 也很美 因為他幾乎都沒有說破 所以他現在沒有 他只要繼續回答他一句 不在我的考量之內 但是第二點 如果他如果真的要選 有人想說他心裡想得很 你之前好像講過 我是根據我的方面的消息 我某方面的消息 所以他真的很想選 但如果很想選 他現在有一點誤了自己 完了過頭 誤了自己 好 現在如果你想選的話 明天是最後的機會 如果你想選的話 大家會問他 你還要等候徵招嗎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白問的 這個問題沒有了 因為人家郭董都不要徵招 你憑什麼要徵招 所以徵招一條路 差差了 所以你們全國各地議會 要連署這些都不用做了 因為沒有什麼道理 要為你韓國瑜徵招 因為人家郭董都不用徵招了 但這個有一個微妙的地方 我覺得政治之所以有趣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要看你的角色 因為今天如果是朱立倫 跟黃金平堅持要出選 不可以掙扎的話 大家都罵他們兩個人 卡 韓 卡韓 今天郭台銘說 我去登記 什麼都沒有人講 郭台銘會再卡韓 有沒有人講 沒有 但是這個是卡韓 這個是有卡韓的味道 你也覺得這是卡韓了嗎 沒有 我完全沒有 你剛剛這是說有 我非常樂見 我非常樂見 這個絕對不是卡韓 這個是在國民黨在紛擾之中 不曉得正路在哪裡 明明有一條正路在那邊 不敢走 又自己搞得七分八素的 現在郭台銘這個動作 讓他回到正常健康的初選制度 而且沒有人敢講 郭台銘是卡韓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所以你明天韓國瑜回到台灣的話 你只有第一 要不要 第二 要的話 去登記 沒有徵召這條路了 你看多漂亮 我真的是覺得 終於雲開見日 我所樂見的 你講雲開見日已經講好多遍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所樂見的 明年1月11號的一個場面 我一直相信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 我一直相信台灣是一步一步 雖然中間很多困擾 但是最後是走上一個 成熟民主政治的一個康莊大道 告訴大家 郭台銘要選 我今天的臉書 一個小時裡頭 超過1000人 老共那邊真的是非常不樂見 郭台銘出來 非常不樂見 之前韓國瑜的時候 你也說他們不樂見 韓本今天對今天這個演變 真的是無味雜陳 大部分人是沒有意見 就不講話 少不能講話的人就說 我還是非韓不選 非韓不投 但是這種人已經變得傻 大部分人是沒講話 心裡很猶豫 不知道要怎麼 但今天這個演變 對台灣是好的 真的是好 藍綠你不能否認 這兩個都是強棒 而且都回到正常的體制 你今天國民黨說 如果萬一兩個人都出來 也沒關係 當然就是正常的體制 你說郭寒都一起進初選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不必反熱 你不必要走到民進黨那條路 說會可能分裂 殺得刀刀劍骨 殺得很難看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韓跟郭兩個人 只有一個會進入初選 那就是看明天 如果韓說我要 那我覺得郭恐怕就不選了 只要韓說他要選 郭就會說他不選 我覺得他就不選了 但是如果明天韓還是不表態 那郭就選了 那郭就選了以後 那韓就沒有空間了 就結束 就乖乖的回去當高雄市長 我覺得這個是 對國民黨來講 我們說國民黨混沌一團 亂七八糟 我覺得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處理總統初選 就好像一趟滷水 您作水就作水 你是要說很老子嗎 他其實講的就是講這個意思 不是 滷水 沒有 滷水跟滷水沒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滷水 這個郭台銘的跳路參選 就好像一塊冥帆 這個冥帆丟進那個濁水以後 馬上清水 變成水對不對 變成水了就好辦事 水落石出 好辦事 而且這兩個人 我覺得同時出來 讓大家就難以 不知道怎麼算的可能性 非常低 就是要嘛就只有韓國瑜 要嘛就是只有郭董 其他我覺得朱立倫 或者是王金平 朱立倫我不太敢講 王金平當然奉陪到底 我還有我們剛才 節目開始之前 我在化妝室 周錫瑋告訴我說 他一定奉陪到底 我想我沒辦法 七百萬不是 九百萬 九百萬 我九百萬管給我 我的慈善事業不比較好 我覺得沈大佬 你在這裡不要先講大話 你剛剛所有的分析 我覺得你有很多的錯誤 趕快指出 我慢慢會指正你 你等一下有機會 我是很尊敬你 但是我 傅雄兄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最早在螢幕上講 我周錫瑋不會參選 國民黨的初選的是你 對不對 是你 我們好朋友 我會告訴你 郭台銘出來參選 我們國民黨有初選 我一定參選到底 不會沒菜 你到時候看不出來 這個沒關係 我覺得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我當初預測錯誤 也不是很大的錯誤 我覺得我們的觀眾 會原諒我 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要覺得說 你要賠選 不是賠選 對不起 我覺得你從頭到尾 你就一直把這個帽子 壓在我頭上 造成人家很多的誤會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不好 是不是賠選 你不能太主觀 我收回 抱歉 我覺得今天我講到這裡 也變成這樣 是一個完大的遺憾 因為今天我跟周錫瑋的關係 這不是今天節目的重點 現在的狀況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我可能跟沈大老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我在將近這一年的時間 我全部在台灣的基層 每一個角落去跑 我去聽每一個聲音 我不會是用報紙上跟民嘴講的話來做一個判斷 我完全聽基層的聲音 基本上如果今天郭台銘沒有出來 徵召韓國瑜 王金平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台階下 大家能夠尊重他 我覺得就會成局 但是今天郭台銘出來之後 國民黨一定會辦初選 所以徵召韓國瑜就變成過去式 這也是會演變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有初選 我在這裡也跟各位報告 我覺得朱立倫會參選 因為他是徵召韓國瑜就沒有初選 但是沒有徵召韓國瑜就有初選 他就會參加 王金平也會參加 我也會參加 所以這樣的一個局勢 或許是好的 但或許不一定是好的 我要講的一個道理很簡單 我們現在的選舉都是看民調 但是民調沒有辦法去完全 讓選民了解到 這個候選人優缺點在哪裡 實力在哪裡 真正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第二個我要再講的就是說 大家神明年 你也敢騙 每一個人都在講 我今天敢講 我不相信馬祖會叫哪一個人出來 參選總統 然後你一定會當選 我保證你會當選 因為你是要救人民脫離苦海的 哪一個人出來從政的人 沒有這個理念 沒有這個理念你也不要從政 所以我覺得這些話不要講 我聽到人家講這個話 我非常反感 我是佛教徒 我也信馬祖 我從來不敢講這樣的話 因為我覺得我們不可以拿神明出來 騙人民 郭董你如果講這句話 我就挑戰你 馬祖沒有托夢叫你出來一定參選總統 出來救人民脫離苦海 我不相信 我直接挑戰你 而且你如果出來參選 你用這樣的一個目的出來參選 我每一天都會一問郭董 你出來參選的目的是什麼 你憑什麼講你可以打贏 你憑什麼可以講 你可以把中華民國帶到更好的方向 我覺得不要講這些空話 我這一生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這一生我最看不起人家 假借這種空的東西出來騙人 國民黨有初選我也覺得很好 誰講說一定不可以有初選 但是當初我們是順應民意 我覺得我們到每一個角落 去聽老百姓的聲音 國民黨今天要贏 一定要聽到人民的聲音 國民黨今天要贏 絕對不要玩花招 其實吳主席今天出這個 其實就是幫郭台銘再開路 你說這也是一個花招 對 我覺得是一個開路 但是問題關鍵大家問到說 郭台銘什麼時候開始起心動 要選總統 國民黨到底跟郭台銘 是什麼樣的關係 國民黨在做所有這些決策裡面 跟韓國瑜是怎麼溝通的 跟朱立倫是怎麼溝通的 跟王金平是怎麼溝通的 我必須要講 如果我們國民黨 如果真正要開大門走大路 請國民黨講清楚 你們這些上面做決策的人 你們領導人出來講清楚 我覺得對人民要有個交代 郭台銘今天這個叫特權 請問各位 你們為國民黨努力這麼多的人 有沒有人拿到這樣一個榮譽狀 有沒有 我今天要講的不能獨厚於哪一個人 否則你就不公平 今天郭台銘要出來選 我絕對贊成 但是郭台銘今天出來選 我相信也覺得有許多人是反對他的 我覺得很好 所以郭台銘出來參選是好的 因為他出來參選 他才會知道說 原來參與選舉沒有這麼簡單 齊勤恩在這邊笑 因為我覺得昨天那一幕 我也覺得 我有點啼笑皆非 這個場子是誰的場子 你有什麼理念你可以去表達 但是你不要來罵國民黨 我今天很不高興的就是說 你不要回頭來罵國民黨 國民黨像我們這些人愛中華民國的 敢跟民進黨去對抗的 多的是 你不要在那個場合來罵國民黨 來壯你的聲勢 我也看不起他這一點 我坦白講 我過去做現場 我跟郭台銘董事長是認識的 我的父親還幫他弟弟正過婚 但是我跟郭台銘過去這些交往 我了解他做事的方法 我了解他的做人的方法 所以我要講實話話 是說台灣的人民要選一個總統 由台灣人民真正的了解到 這個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初選是很好的 我完全贊成 我也歡迎郭台銘董事長出來參選 傅雄雄你剛剛講的所有都對 怎麼都對 你說我很多錯誤 怎麼變成對的 只有一個是錯誤的 只有一個 你說我很多錯誤 就是你幫郭台銘講話 沒有 你幫郭台銘講話 講到好像這樣的一個制度 真的是最完美的一個制度 我告訴你 傅雄雄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從事政治 我們都看到是最後 我們會發生問題的原因 我們希望面對那個原因 來做解決 我為什麼要出來參選總統 很簡單 因為我看不慣 現在台灣的政治風氣 我看不慣台灣這個狀況 我不管我到最後選舉的結果是如何 而且大家講說 你就是挺韓國瑜的 我跟郭台銘講 是不錯 我是挺韓國瑜的 因為我順應民意 我知道民間最喜歡就是韓國瑜 最支持的就是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人 要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傅雄雄你剛剛講的也對 韓國瑜一起來參加初選 但是這個中又犯了一個錯誤 韓國瑜怎麼出來主動參加初選 所以我當初為什麼會講兩階段論 我的原因就是說 如果人民希望的人 他有沒有辦法出來參加這個初選的公平的機制 所以我在做這件事情 大家會認為說我是挺韓的 沒錯 我挺韓 但是如果有初選 國民黨有初選 我就會參加初選 就這麼回事 因為我為我自己的理念 我自己為現在看不慣台灣的政治 我要出來參選 所以你要求的是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 一定要公平 而且要公開 主持人 主持人 你一定要給我很短的時間我回應一下 我簡單分析你的講法 你只有兩點 總結只有兩點 第一點 你就是說 民調唯一方法的初選制度 是有問題的 沒有 我沒講這句話 不 我講 現在輪到我講了 民進黨也這麼講 吳東一也這麼講 但是初選制度是這樣 你現在對這個制度開火 是沒有意義的 我沒有開火 還有第二段 你花了很多時間修理郭台銘 這個我覺得是你的權利 但是而且你也應該 我沒有修理他 而且你現在應該提早 你就想他個人 大家不了解 怎麼樣 所以初選 讓大家對他更有了解 這個人是沒有你 等他評論 你用修理 已經有價值判官了 好 評論 或是評論 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這樣 明天的媒體 我覺得剛才這一段 當然隨時都可以啟動 但現在就啟動 其實我覺得 我替國民黨覺得有一點遺憾 今天明天的媒體的暴逃 一定是說 周縣長已經啟動 已經開火了 而且國民黨分裂的現象 已經出現了 當然這是不對的 我替國民黨分裂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